相信各位对东京旅行都不会陌生 不过没得去旅行那么久 只得东京一个城市 应该满足不了大家的思乡之情 在日本玩的时候 利用新降线是最好的交通方式之一 东京玩完想继续到东北地区观光的话 在东京的观光行程结束之后 就利用新降线来一个轻松的东北旅行 感受一下大自然 城镇间有美丽河村的东北地区啦 人口超越100万的仙台市是东北最大的都市 亦都是1600年时由伊达正宗所打下基础所建立的街道 有放置伊达正宗骑马铜像的仙台成绩 放置伊达正宗墓园的瑞凤子等等 如果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粉丝 就不要错过啦 在仙台市观光的同时 要记得来试下当地的名物牛丝 和普通烧肉不同 将调味好的牛丝 给它放两三天熟成 跟着用炭火焰点焰烤 麦饭和牛尾汤都是吃牛舌市的特点 仙台市里面有很多牛舌店 绝对是去仙台必市的美食 除了美食之外 仙台市郊区还有很多温泉散步在周围 广泥村上立步的作病温泉 有很长历史的秋保温泉等等 都会有当日入浴的服务 可以轻松地享受温泉 未来这个星期 我们都会介绍日本新钢线 完善的好去处 今集介绍完东北新钢线 我们下集就会介绍北海道新钢线 大家敬请期待啦 一边 ジェ siis 小根红六本 地圆 二 二 一 一 二 感谢观看